因為我自己蠻喜歡行天宮的那個氣場 然後也很喜歡跟裡面那個 因為你去的時候 你一定是很低潮 我覺得全世界都不理你 只有他說 你就想想想想 我就會覺得我很開心 你知道一年大概花多少錢在算你嗎 迷信費嗎 學費啊 大概一年 大概十萬左右 那你們是在現實生活的 如果遇到一些臭折需要改變 你們都準備要選擇的事 我們都是會去行天宮求籤的 我很常就是頂著那個粉紅色頭髮 然後去行天宮 然後很多人側目我 然後就完全沒有要顧別人的眼光 然後就默默的在抽籤這樣子 那有抽過什麼樣的籤詞跟一件事嗎 有抽到他不給我籤過 因為他覺得我很煩 他說你什麼什麼都要問 而且他會覺得也是嗎 比較女性的意思 對 因為我像 就我都還蠻相信的 就是26歲10年前的時候就有去算命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我會走10年大運 就叫我去台北地下街 就買一個寶劍 然後我看起來好像兩三千塊 結果那個手寶劍叫補寶劍 你真的付了嗎 真的付了啦 就是自己的錢付了之後 然後保健現在也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真的有走大運嗎 就到現在 那算真的走大運嗎 有得獎 對嘛 兩個都是常來去戴行天宮的 對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行天宮的那個氣場 然後也很喜歡跟裡面那個 手寶劍的世界海港這樣子 雖然他不太會跟你講太多 對 因為他很多人 對 因為他很多人 對 對 人家裡面聽人家話 對 就光是他握我名字 我就很感動 有備在乎這樣子 因為你去的時候 你一定是很低潮 覺得全世界都不理你 只有他說 我就會覺得我很開心 那你有做過什麼發誓啊 或者是還願的動作嗎 我只有許過一次 真的是很低潮的時候 我請他給我一個 勇氣能夠繼續走下去 這個願望是 我必須要連續五年去還願的 那 剛好這個這尊神不在台灣 所以我最近這三年 都是請一個當地的朋友 幫我搖環 遙控還願這樣子 然後我會送給他 今年我希望真的可以親自到 那邊去還願 在哪一圖啊 在 Bangkok 太高了 對 你一年大概花多少錢 在賺你 迷信費嗎 信仰費 信仰費的話 大概 一年 大概十萬左右 有一年 迷上水晶 那一年比較 那一年花比較多錢 那一年那個金凍就花我十萬 那純曉你有還過夜嗎 還 有耶 那時候就是 就是金鐘的時候 聽見和跟我說 他說你要帶那個金鐘獎座去 去 帶他去走一走去繞一繞 後來就真的又 就得了 然後就再帶過去 那你拿誰的金鐘獎座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主持人獎 所以我就帶著主持人獎去 去教一下 因為學校比詞人獎 對對對 謝謝 對不起 對不起 好失禮 好失禮